大家好,这里是戴士风采 这里会记录任何关于小戴的比赛或相关资讯 喜欢小戴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持续关注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掌握到小戴的最新资讯了 今天这场比赛要带大家来看看 日本公开赛女单16响的赛事 小戴对上张一曼的比赛 这场比赛是两人这两周的连续对战 上周小戴直落二获胜 今天再次对决小戴同样以直落二拿下 而且两局都只让张一曼更拿到10分 小戴这场比赛赢得相当轻松 也顺利晋级八抢赛 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精华片段吧 比赛一开始没多久 小戴就上演了精彩好球 往前勾斜对角 张一曼杀斜线得分 2比2平手后 张一曼的这季杀球 让他取得了领先 这几锅小戴都打得被动 已经连续三次被张一曼攻击得手了 帮助打得高 接下来这个球 小戴就拿到了主导拳 不断调动张一曼 最后往前直接中扣 在全世界中 16的比賽之間 Sata Tong 和 Internon 也有機會 這是一個很棒的打擊 從 Tai Tsui 中間 從 Chang Yimak 再次玩 小戴這次的往前放球 Hu Ssang Yimann 起高後 抓到机会杀晋升球得分 再一记斜线杀球得分 两人打成了5比5平手 接下来这一分 小戴这个强力的抽斜线 太犀利了 小戴一口细连的5分 取得了7比5两分领先 看起来已经逐渐抓到进攻节奏了 小戴这波依旧打得不错 可惜最后这个边线判断错误 上半场小戴这颗杀球的幸运弹王 11比7小戴领先4分 比赛打到这里 上一半似乎不太住小戴的进攻 而且看起来在跑位预判上 都掌握得不太好 小戴这次的视角调动 打得太精彩了 比分打开到15比8 已经有7分之差了 这次更是直接抓到张一曼的回球路线 半路人杰杀球得分 这时又上演了一次勾对角 连同这一分 小戴又打出了一波5比0的攻势了 两人在前场互抽得相当激烈 最后小戴回球出界 也才让张一曼终止了连续掉分的困境 这波进攻张一曼怎么攻都拿不下分数 最后还反被小戴反攻拿下这一分 而这一波进攻更是得力不饶人 两人对峙多拍 眼看张一曼已经快拿下分数 但这球竟然被小戴在极低的位置 勾了一个鞋队脚往前球 张一曼想手也来不及了 十分的差距 张一曼这球直接弃手 小戴也要11比10大分差拿下手机 第二局虽然张一曼先拿下分数 但整体状态并没有调整过来 还是受限小戴的进攻和节奏 而且得了一分之后 却因为失误连丢了四分 这球小戴在底角判断错误 但张一曼又回送了一次挂网球 结果 这时候连发球都出现失误了 挥球挂网 挥球出界 张一曼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终于杀了一球 意图怨气 这时候又连续两次出界结束半场 11比4小带领先7分 接下来这个回合 接下来这个回合 太精彩了 两个人都打得很好 但小戴可怕的反手回球又出现了 这球得分后 全场欢声雷动啊 两个人都值得掌声 这个反手拍 让球平都为之赞叹啊 随后小戴的进攻并没有减弱 依旧持续加压 这球打得张一曼都倒地了 还记得上周两人的对战吗 小戴的进攻也是让张一曼屡屡屡倒地 比分又来到10分差了 看起来张一曼这场比赛打得相当辛苦 自己的发球出界 然后又发生判断错误 张一曼应该彻底分盘了 虽然奋力连拿3分 但比分差距过大 比赛都呼想要翻盘的机会已经不大了 根本比赛还是装上 這場比賽 最後小袋在野21比10拿下第二局 直落了金曲張藝曼 晉級的八強賽 八強賽小袋將要對上中國的韓越 大家明天一起再為小袋加油 以上就是這集影片的完整內容了 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按讚、訂閱、持續關注 這樣就不會錯過任何關於小袋的相關資訊了 這裡是袋師風采 我們下期影片見